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州沙巴新闻 今天是2023年2月13日 首先,一起来看看今日头条 在沙巴国阵宣布退出与沙盟联合执政 以及撤回对首长拿毒和吱吱的支持一个月之后 国阵突如其来大U转,宣布力挺和吱吱 国阵总秘书赞比里发文告说 国阵也任命巫统沙巴州联委会熟立主席 雅谷干作为巫统和国阵的代表 与沙巴团结政府协商 雅谷干被为命为协商代表 有可能是造反不成的沙巴国阵监 巫统联委会主席邦莫达拒绝服软 或者已不被中央信任 亦有可能是海之之拒绝接受由邦莫达代表协商 赞比里说支持海之之的立场 符合组成联邦团结政府的每一分子的决定 他说沙巴国阵负责动员一切力量 确保团结议程得以在沙巴实现 另一边乡 厌倦当政治逃兵 瓜莫区独立州议员马斯翁巴纳 证实自己已加入民意党并担任党副主席 马斯翁说在深入考虑后 他决定加入由首长而支持领导的民意党 他说他三年来当政治逃兵已够了 如今不再犹疑 也不再左右回避 马斯翁是四届瓜莫区州议员 前三届均在国阵旗帜下重选 2018年周选后退出民同党加入民兴党 他后来支持前首长穆沙阿曼发起政变 被民兴党开除 之后他在周选以独立人士身份上阵捍卫员席 重选后没加入任何政党 但表明支持和支持领导的沙盟政府 大马气象局昨日中午发出恶劣天气警告 从本月15日起至17日 沙巴东部和北部多区或持续下暴雨 受影响的地区包括豆湖省 拿督 特鲁币 金纳巴档案 比鲁兰 山达根 以及古达 当局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表示有关地区预料会出现连续24小时 降雨量150公里以上的降水 民众受处在恶劣天气下 切勿出海或进行水上活动 同时为家里可能发生水灾 做好准备 另一则新闻 一名四岁女童的尸体 搁浅在豆湖市区海滨公园浅滩上 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死因 死者为海八妖女童立地案 生前没有固定住所 只和家人在市区海边一栋 商业建筑的人行道上露宿 豆湖警方昨日接到民众投报 只上述公园浅滩 出现一具儿童尸体 尸体被带上岸后 有死者的母亲确认了身份 死者的母亲表示 她昨日凌晨发现女儿不在身边后 在附近便寻不过 没想到最后竟变成一具尸体 女童的尸体已被送往解剖 以便查出死因 另一则新闻 鉴于道路情况恶劣 明星党青年团宣传主任凯鲁丁道物 呼吁政府将沙巴的路税调低50% 凯鲁丁表示 目前沙巴的路税比西马便宜 大约20%至30% 这远远无法舒缓沙巴的问题 她解释 跟西马相比 沙巴的道路情况极为恶劣 人民经常可以看到有关道路坑洞 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报道 她希望交通部长陆赵福 考虑到沙巴的特殊情况 对沙巴的道路使用者 给予关心和照顾 进一步调低沙巴的路税 沙巴星周为您报道